早安,欢迎来到我跟上帝的咖啡时间 今天阅读我们天父之心时 我们阅读了这个和他心意的人 上帝在寻找和他心意的人 意识是一个渴望顺服上帝的人 少了解到与继续不服从 失去他的国王的代价相比 服从的代价就是为了为沙姆 沙姆而多等几天 是为不足道的 扫罗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他很快就会把责任推给别人 这最终是他让他付出了一切 生命是由漫长的等待组织成 有短暂的活动连接一起 孩子必须等到他长大后才有拥有一个自行车 而年轻的少女必须等到他长大可以开车 获得文凭 见到丈夫或太太 拥有他们第一个家 等待的艺术不是一重而救的 今天呢和当时一样的缺乏耐心 扫罗做出错的选择 第一句是他拒绝悔改 他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愿我们可以向保罗学习 今天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你有什么事情你需要觉得更多的耐心呢 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耐心交托给神 信任他还有追求他 然后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人 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对你有帮助 麻烦你帮我按个赞 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按那个小铃铛 明天见 拜拜